传统武术和拳击散打之间的较量,争论一直没有停止,传统武术被质疑严重,很多人都说传统的武术就是花架子,全都是套路,没有任何的实战意义,相比于散打这样的实战项目,简直不堪一击,很多武术家就站出来回击,传统武术并不是花架子,能够实战,众说纷纭,作为功夫皇帝李连杰的贴身保镖, 杨成章曾经代表了中国传统武术和散打,进行了多次比拼,杨成章自称自己是永春全的一级传承者,自己最大的梦想,就是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,并且把传统武术带向世界,现在担任着海南省武术协会的副秘书长,按照道理来讲,名气大势力也应该不俗,2015年的时候,杨成章就接受了一个挑战, 对阵散打名将曹亚光,但是结果出人意料,这也被看作是一场传统武术和散打之间的较量,杨成章代表的就是永春全,而曹亚光已经在世界大赛上,证明了自己的散打实力, 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下,永春高手和散打冠军的擂台赛正是较量,第一回合双方不断地试探,尽管拥有现场观众和影视明星的助阵,但接下来的第二回合,杨师傅就处在下风,接连挨了几下,随后突然被散打冠军曹亚光飞起,左腿重重踢呆右肋, 这一脚踢得够狠,只见杨成章痛苦地倒地,赛后杨成章被断定为右胸肋骨骨折,但是在之后他接受采访,时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,依旧很不服气,杨成章表示,这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,主办方根本就不给他还手,打永春拳的杨成章要带着拳头比赛,根本发挥不出永春的实力,有网友认为,一个非职业和职业选手, 打连最起码的保护措施也没有,选手之间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,最起码差了十几斤对此,对此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,俗话说得好,人者见人智者见智,大家认为呢?